人的一生 有多长时间 是在床上度过的 说起来挺有意思 这个世界上 可以有人不用上班 不喜欢蓝色 不爱看莎士比亚 不在天气转冷的时候 加衣服 不在28度的夏天开空调 不在28度的夏天开空调 但没有人 可以不用睡觉 也许白天的你 是城市英雄 是出征的梦想家 是在高架路上 开到80码的上班族 可当我们被时间 不停地追赶 生活 还有它原来的模样吗 我们贪心了一辈子 走更多的路 去更远的地方 这些 这些 又是生活的意义吗 为什么要奔跑 为什么要出人头地 为什么会变成大人 为什么一转眼就30岁 为什么平淡一定是错的 为什么想不通的事 越来越多 其实所谓的答案 早就揉碎在那小小的一平方里 你一身赤裸来到人间 落在柔软的强暴里 如今你浑身坦荡窝在床上 裹进温柔的梦里 那些辗转反侧 那些清晨日落 它们在空荡里一言不发 它们在沉默中 嗡嗡作响 每一寸棉坊 自有秋和激流 每一处纹理 都深藏启程转合 一张床品 就是一个归途 赶路的人 你什么时候回家 博洋家坊 幸福生活 点精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